首先使用这个最高的喷雾 再使用这个精华 比较矮一点的 再使用这个稍微矮一点的 面霜 如果晚上想深度保湿的话 记得用面膜 如果你拥有这一套火山温泉的保湿系列 你的肌肤将充满健康能量 强韧保湿 这一年就是 是 累趴了 不过还是在累的里面 还是非常开心 也有满满的感动 那觉得付出的东西都有收获 觉得还挺好的 希望今年也可以做出一些好的成绩给大家看 也对得起每一位工作室为我付出的 每一位辛苦的工作人员 每一位爱我的粉丝朋友们 韩冰这个角色吧 你说完全不搞笑又不行 其实我也想多帅会儿 但是呢没办法 就只能帅着帅着就得搞笑了 就往鞋跑偏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还挺难驾驭的 在这中间来来回回 对 集团条件第二集刚刚开始第一期就开始结盟 还没开始做任务的时候就开始结盟 就我觉得这个互动还挺有意思 然后不仅仅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那人与动物 人与自然的互动有更加多了 也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都好 我觉得只要是跟哥们在一起都能学到东西 这次我去台湾工作的时候 我就见到了小猪哥 跟小猪哥不仅吃了东西 我还学到了另外一种精神叫做知足 我给我自己演技打个六十五七十分 还想尝试那种变态 就是比较有差异的 我希望尝试一种就是比较 跟我人物比较有反差性的那种角色 想尝试一下 我不知道 我就是有几个律律 反正我也没有看 反正选来选去 你就挑一个就是温柔的 对 我已经真的努力在准备 我希望赶快能够把自己做了这么久的音乐 可以呈现给大家 这也是我的愿望 我也希望我的音乐让更多人喜欢 更多人来收听 为什么叫爱城呢 是因为爱我才给我起的称号 所以我所有的爱城我都喜欢 也都会收入囊中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希望大家别往可爱方面多偏了 就稍微偏成熟一点吧 计划赶不向变化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谢谢大家